按门铃 我今天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被一阵门铃声吵醒了 叮咚叮咚叮咚 门铃一直响 我懒得开门 也不想知道是谁来找我 可他一直按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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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受不了了 大叫道 谁呀 门铃安静了 我继续睡 突然门铃又响了起来 叮咚叮咚叮咚 我从床上暴跳起来 气冲冲的跑去开门 到底是谁让我不能好好睡觉 我开门一看 没人 第二天 我又一次被该死的门铃声吵醒了 叮咚叮咚叮咚 我捂住耳朵想继续睡 可是他一直响个不停 叮咚叮咚叮咚 我受不了了 闭着眼睛起来开门 门一推开 就看到一个男的 他挤出一脸讨好的表情说 先生 我没说话 他又说 先生 你睡得好吗 我盯着他 不耐烦地问 你有什么事 先生 我是卖枕头的 我的枕头能让您睡个好觉 他迅速回答 不需要 我说 然后把门拉了回来 他赶紧抓住门说道 没有我的枕头 你肯定睡不好 我睡得很好 而且我已经有枕头了 我说 我的枕头更好 让你睡得更香 他说 因为你 我睡得一点也不好 我说 如果你不买我的枕头 你每天都睡不好 他说 你威胁我 我说 我在卖枕头 他说 不买 我大声吼道 那 我天天来你家按门铃 说着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 叮咚 我会报警的 我说 按完 我就跑 警察抓不到我 哈哈哈哈 他瞪着眼睛对我说 我竟然 无言以对 只好买了一个枕头 果然 他从此 再也没来按过我家门铃 我终于 可以睡个好觉了 按门铃 我今天早上 睡得迷迷糊糊的 被一阵门铃声吵醒了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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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铃一直想 我懒得开门 也不想知道 是谁来找我 可他一直按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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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受不了了 大叫道 谁呀 门铃 安静了 我继续睡 突然 门铃又 响了 起来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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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床上 暴跳起来 气冲冲的 跑去开门 到底是谁 让我不能 好好睡觉 我开门一看 没人 第二天 我又一次 被该死的门铃声 吵醒了 我捂住耳朵 想继续睡 可是他一直 响个不停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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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 闭着眼睛 起来开门 门一推开 就看到一个男的 他挤出一脸讨好的表情说 先生 早上好 我没说话 他又说 先生 你睡得好吗 我盯着他 我盯着他 不耐烦地问 你有什么事 先生 我是卖枕头的 我的枕头 能让您睡个好觉 他迅速回答 不需要 我说 然后把门拉了回来 他赶紧抓住门 说道 没有我的枕头 你肯定睡不好 我睡得很好 而且 我已经有枕头了 我说 我的枕头更好 让你睡得更香 他说 因为你 我睡得一点也不好 我说 我说 如果你 如果你不买我的枕头 你每天都睡不好 他说 你威胁我 我说 我在卖枕头 他说 不买 我大声吼道 那 我天天来你家 按门铃 说着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 叮咚 我会报警的 我说 我会报警的 看完 我就跑 警察抓不到我 哈哈哈哈 他瞪着眼睛 对我说 我竟然 无言以对 只好买了一个枕头 果然 他从此 再也没来 按过我家门铃 我终于 可以睡个好觉了 按门铃 我今天早上 睡得迷迷糊糊的 被一阵门铃声 吵醒了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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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铃一直响 我懒得开门 也不想知道 是谁来找我 可他一直按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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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受不了了 大叫道 谁呀 门铃 门铃安静了 我继续睡 突然 门铃又响了起来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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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床上 暴跳起来 气冲冲的 跑去开门 到底是谁 让我不能好好睡觉 我开门一看 没人 第二天 我又一次被该死的门铃声吵醒了 我捂住耳朵 想继续睡 可是他一直响个不停 叮咚咚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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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 闭着眼睛 起来开门 门一推开 就看到一个男的 他 他挤出一脸讨好的表情说 先生 先生 早上好 我没说话 他又说 先生 你睡得好吗 我盯着他 我盯着他 不耐烦地问 你有什么事 先生 我是卖枕头的 我的枕头 能让您睡个好觉 他迅速回答 不需要 我说 然后把门拉了回来 他赶紧抓住门 说道 没有我的枕头 你肯定睡不好 我睡得很好 而且 我已经有枕头了 我说 我的枕头更好 让你睡得更香 他说 因为你 我睡得一点也不好 我说 如果你不买我的枕头 你每天都睡不好 他说 你威胁我 我说 我在卖枕头 他说 不买 我大声吼道 那 我天天来 你家按门铃 说着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 叮咚 我会报警的 我说 看完 我就跑 警察抓不到我 哈哈哈哈 他瞪着眼睛 对我说 我竟然 无言以对 只好买了一个枕头 果然 他从此 再也没来 按过我家门铃 我终于 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再会 我认识 我提到你 我打得 我说 我 你 我 我认识 我 感谢观看